最近迪文勤索上脚的这双水蜜桃色的顺西衣 兄弟们觉得怎么样呢 买鞋多说不能听 球场上脚不重样 我是阿正 今天给兄弟们说说顺西衣的水蜜桃配色 整双鞋子的颜色采用黄粉的一个渐变 配色细节尽量还原了甜美的蜜桃色 梦幻的颜色结合低帮的流线造型 上脚真的超级的帅 而且这个配色也是迪文勤索最近频繁上脚的配色 所以兄弟们懂的 说完颜值呢再给兄弟们聊聊这鞋子的穿着感受 首先呢鞋面这鞋子是热绒结合网纱的鞋面 实称呢没啥问题 输入度和透气也很不错 但是整体呢还是偏薄 包裹体验上来说呢 对瘦脚的兄弟可能会觉得一般 可变换的基带系统呢 是这鞋子的亮点之一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改变基带方式 来进行整体的一个包裹体验调节 不过这个地方呢 我最开始那双有段 当然呢这是小概率事件 兄弟们最开始拉的时候呢 不要拉得特别紧 如果你特别担心的话 就寄到外面这个吸带孔就好了 中底呢就是内置了全淡田充 重心呢正常稍低一点点 启动反馈很不错 跑起来也不累 前后过渡呢很流畅 缓震极限呢也挺不错 180斤以内呢没啥问题 第三点呢就是稳定性的表现也挺不错的 无论是用了新防侧翻结构 还是整体的抗扭都挺不错 而且自然弯着点的引导呢也挺出色 抓地力的表现上来说呢 出场次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水晶底呢会吸灰 吸灰之后呢要具体看场地的一个情况 耐磨呢目前看也没啥问题 具体呢需要长测再看一看 吃码选择方面呢正常选择就行 正常脚微宽脚型都可以穿 如果宽脚兄弟穿厚袜子呢 外侧需要适应一到两场 瘦脚兄弟呢会比较空 实在担心呢最好去试一试 收到这里 水晶底鞋 画得不错的 嗯 除了 是